欧阳志远晚上与女友齐学宴约会 因为对未来的选择谈得不愉快 夫妻一个人喝了西餐厅大板瓶劣质红酒 没成想红酒后劲十足 把苏倩安全送到小旅馆后 欧阳志远原本打算去网吧通宵 谁知还没踏出房间门 就昏昏沉沉一头栽倒 次日一早醒来 苏倩竟然裹着一件浴袍 给欧阳志远端了杯热水过来 这可把欧阳志远吓了一跳 慌不择路地逃出了小旅馆 苏倩是什么人 可是南州理工大学有名的笑话 男友张振豪家境显赫 更是南州著名企业家之子 有名的富二代 即便是爱慕者中 也不乏有钱有势的世家子弟 也因为张振豪 没人敢去招惹苏倩这朵花 而自己只不过是农村来的穷小子 哪敢多想 欧阳志远生怕做了不该做的事 被张振豪照上门来 再眼看有不到两个月毕业 他可不想节外生枝 也许是认为张振豪靠不住 也许是欧阳志远挺身而出 舍命相救 本身又长得高大阳光帅气 像一颗高耸鼻挺的大白羊 让恋爱经验丰富的苏倩 有一种像追求纯粹浪漫爱情的冲动 一番打听 了解到了欧阳志远的怨戏 半个月后的一天 欧阳志远正在球场踢球 一些白色连衣裙的苏倩 意外地出现在球场 主动找到欧阳志远 说出了一件让欧阳志远 差点原地爆炸的惊天消息 欧阳志远 我回运了 苏倩直接把一张检验单 递到了欧阳志远面前 满头大汗的欧阳志远 先是一睁 急忙撇惊 关我什么事 苏倩嘟嘴瞪着他 生气道 欧阳志远 你那天晚上那么威风 现在怎么不敢承认了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 孩子是你的 你要负责 欧阳志远当即冷汗之冒 吓得哆哆嗦嗦 那天晚上自己后来断片了 压根记不起来发生过什么 会不会是苏倩炸自己 可他很快否定了 人家苏倩根本不可能看上 自己这个穷屌丝 欧阳结结巴巴地问苏倩该怎么办 苏倩的要求很简单 陪自己去打胎 并且做他男朋友 苏倩的要求 惊呆了在场的球友 令众人大跌眼镜 那个时候 欧阳志远和七雪燕正在冷战 七雪燕是个有理想 有抱负的女孩子 坚持要欧阳志远继续读研 并表示欧阳志远如果要坚持离校去工作 两人就分手 欧阳志远的态度也很坚决 绝对不会去读研 读研又要花一大笔费用 身在农村的父母为了供自己读书 已经累挖了腰 苍老了很多 他只想尽快工作 赚钱孝敬父母 在众人的起哄怂恿下 欧阳志远表示了默认 穷小子被夫家女倒追的故事 竟然发生在了南州理工大学 这个狼多肉少的学校 而且主人公还是南州理工大学 四大校花之一的苏倩 和穷小子欧阳志远 这个爆炸性的新闻 很快传遍了整个南州理工大学 消息自然也是传到了七雪燕而中 七雪燕在之前还在犹豫 要不要和欧阳志远分手 但得知倒追欧阳志远的女生 是四大校花之一的苏倩后 最终选择了退出 向欧阳志远提出了分手 因为他很清楚 和苏倩相比 不论是家境还是个人条件 自己都远不及对方 欧阳志远因为七雪燕 要远走燕京毒眼 也并未挽留 一段纯净的校园爱情无疾而终 这些年 欧阳志远脑海中 偶尔也会浮现出 与七雪燕在一起的画面 但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欧阳志远的父亲 从小就教育他 做人要老实本分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所以在毕业工作后 也有一些女孩子 对他表示过爱慕之意 但都被欧阳志远拒绝 他知道 自己不能对不起苏倩 两年后 苏倩不顾家人反对 在欧阳志远顺利考入体制后 嫁给了他 但不同的家庭背景 不同的生活环境 不同的交际圈和周围人的闲言碎语 久而久之 让苏倩逐渐对远在千山县基层工作的丈夫 渐渐产生了嫌弃 特别是原生家庭的巨大差距 让双方的家庭很难融合 欧阳志远的父母始终是苏倩父母眼中低贱的农民 甚至结婚三年来 欧阳志远的父母没有在两人的家中过过夜 逢年过节 二老为了让儿媳妇苏倩吃上最新鲜的蔬菜 都会大包小包地转车过来 放下东西就走 每次二老一走 苏倩就颇为嫌弃 把二老带来的农产品丢进门外的垃圾桶 苏倩和欧阳志远即将结婚满三年 婚后不久 苏倩就被提拔为 南州商业银行高薪大道支行信贷部经理 是南州商业银行系统的一枝花 尽管欧阳志远因为苏家对父母的态度 心底也对妻子苏倩也有一些不满 但他没有勇气提出来 因为他很清楚 双方原生家庭有着巨大的差距 当初苏倩能看上自己 苏家人最后勉强答应他们结婚 娶到如此美若天仙的富家女 简直是祖上烧了高香 不过很快 欧阳志远就发现 自打结婚后 苏倩就不如之前处对象那般对他热情 尤其是在夫妻生活上特别明显 常言道 女人是地 男人是牛 只有累死的牛没有离坏的地 但每次欧阳志远兴致勃勃想要大干一场时 苏倩最多只答应一次 就找各种理由推脱 结婚三年 头两年还罢了 近一年这种状况特别明显 每次做 苏倩的反应都很冷淡 欧阳的父母一直暗示他们结婚三年了 得抓紧时间要个孩子 但苏倩却总是以欧阳志远工作太远 对孩子成长不利 再三推辞 就算勉强答应做 每次要求欧阳必须采取安全措施 要不是常年居少离多 是在憋得慌 欧阳志远每次回家见到苏倩 也不会火急火燎地干那事 特别是昨晚 尤为明显 为此 他寻思了大半夜 娶了个貌若天心的笑话美女做老婆 却像充气的娃娃一样冷冰冰的 搞得欧阳志远很是郁闷 也很困惑 老婆苏倩怎么会不喜欢做那个事 莫非是性冷淡 她倒希望是这个原因 不然的话 那问题可就大了 作评论